周庭有新消息 他拍了一段影片 精神逆逆 跟香港人說說近況 我看了,相當具正能量 大家都可以看看 話說周庭去了加拿大那邊移民 HK的IG裏有看法 可以納一點 大家好,我是周庭 很久沒見 也很久沒用廣東話跟大家打招呼 我現在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讀書 也開始適應加拿大的生活環境 開始適應這裡的天氣 從中我們看到 其實小小的畫面 都感覺到他的能量很高 開始回復正常 坦白說 香港人欠了周庭 放在那裡 但是我覺得 香港人剩下可以做的 就是關心一下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進行 但是看到他現在精神逆逆 慢慢走出陰霾 絕對是一件好事來的 看到他這條片 就說他來到加拿大 當中有患得患失的時候 就是有 但是整體而言我覺得他是開心 開心了 他都說了 他說 他課了監獄之後 那三年都躲在家裡 做生活 不想有任何社交 和朋友見面 因為都產生一堆的焦慮症 因為出了獄之後 還有焦慮症 最主要就是 你坐牢已經是最大了 最差的情況已經發生了 好了 接著 那就自由一點點 但是你發覺 身邊就很多人監視你 是不是 甚至是國安就找上你 甚至國安不知會不會再加個名義給你 即時又踏回來 那種的焦慮是很大的 周庭沒有看 但是我們都猜到 因為 你每天試試看那些案件 其實跟你說沒有關係 但是他又 每天都吹到跟你有關係 那你怕不怕這樣 被人踏去坐四五年 十年這樣 好像黃之鋒那樣 難免是有很大的壓力 交友方面 朋友方面 你知道這個世界上 國安法很大 那些人都害怕 那會不會疏遠周庭呢 一定有些人會疏遠 但是有些人都很堅強 很多香港人很堅強 甚至支持周庭都會有 所以他現在的號召力都很強 這裡有二萬三千五百二十六個讚 可能隨時上二十萬都不奇怪 依我所見 其實周庭都 真是妄自匪薄 看少了自己 他出來的時候 都覺得應該沒有人留意我的 其實不是 基本上是 起碼日本那邊的能量 全聚在周庭那邊 你看到周庭都化了日本梅妝 亭亭欲立 正直是結交不同的異性的好時機 這段時間 但往往他這段時間 沒辦法 經歷了一個很動盪的 青少年的人生 先入獄 坐了 坐了之後 都是給國安關照 然後又要 逃離香港 整個過程都很反覆 很沾騰 雖然不是什麼肉體上的沾騰 但是呢 精神上很 很...怎麼說 很忐忑 很... 很不知未來會是怎樣 他都說了 香港呢 現在剩下的回憶 是不好的回憶 他覺得家裡仍然在香港 但是他一想起香港 就想起一些不好的回憶 那我自己 就是... 我對香港的感覺是怎樣呢 從周庭 他有這樣的看法 我呢 就當然沒有他這麼嚴重 就是要... 要坐牢又成這樣 我就是... 只是... 在那個警署裡坐了兩天 我的感覺是... 已經對香港很不滿 我又未至於說很恐怖 覺得香港 但是都很不滿的 那... 你說過境那一刻我都害怕的 你說很奇怪 為什麼你出境都害怕 你怎麼知道呢 那時候的新聞很懶惰的 真是 在機上面無端端... 你沒事都會抓到你的 對不對 那很多這些幻想 那這些普通人是不會明白的了 就是... 當你經歷過一些事情 那... 又摘過名 又坐過去... 警署 又懷疑你暴動罪啊 這樣... 下了口供之後 那你就會... 覺得很奇怪 啊... 明明什麼都沒有做過 為什麼他可以懷疑你呢 是吧 就是這樣... 周庭都是... 什麼都沒有做過 為什麼會犯上這種罪呢 是吧 黎智英也是 現在你不斷的新聞在這裏說 啊... 又說... 就是... 指證他又成這樣 ABCD那樣 那... 當時合法的事情 你指證他怎麼做呢 是吧 黎智英反共是緊的了 但是反共是錯的嗎 以前 是吧 以前是有罪嗎 19年之前 不是罪來那個... 是吧 那時候... 啊... 法輪功 天滅中共 又佳了啊 是不是 啊... 啊... 示威都緊 看到這個牌 根本就不是什麼罪 現在就變了啦 香港變了罪了 那你見到啦 那周庭呢 現在呢 重新釋放他的能量 那... 他未來一定是會光明的 在加拿大那邊 那我覺得開心的 在... 因為我自己在這裏 有時都會看人 那些命運 那... 那... 就是我們東方人 有一句就是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那... 周庭就是這種人來的 很明顯是 他經歷了一個 那麼大的劫難之後 沒事 那一定呢 在外國會發熱發量 那... 那...他就說 很多人... 就是愛他啦 他感覺到那種愛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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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呢 連登呢 那... 當然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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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然香港人已經慢慢都遺忘了那些人 你說會不會遺忘這些人 當然會啦 我跟你說100%會 不是說什麼悲觀 是你悲觀而已 我們香港沒有遺忘 是遺忘了 所以是共業來的 所以最近我理解什麼叫共業這件事 我都想了很久 是吧 我們外國人 怎麼遺忘呢 沒有的 就會暴力 一小小事就暴力了 不容許你說 是真的會小事發大 不容許你沒有一個回應 政府通常會道歉 某些人下台去做一個回應 但是香港呢 沒有啦 你怎麼說聲 一出聲都拘捕啦 所以才有一千人在 一千人坐牢 那忘記又緊的啦 坦白說 但是呢 亦都叫做有一批精英的香港人 走了外國 那些人就不會遺忘了 我相信 香港的人會不會遺忘 我覺得大部分都會 因為你慢慢都不敢提 不敢說 都不給提 不給說 政權要你遺忘 你就要遺忘了 為求生存 但是我們外國可以不用遺忘 所以 又不會說絕對遺忘 不過 不過 多少就是 那個焦點已經沒有了 我幾肯定 那個焦點已經沒有了 那些人 那些人 整整一下不看 這樣 所以我現在更加感激 這個的英國 在這個場尾效應之下 就是這件事 因為通常最爆的一點 就是最多人關注 之後就越來越少的 在這個場尾效應之下 竟然英國幫忙 他不會理你們有沒有人關注這件事 他不是看這些 他只是看我要出手了 就幫忙 感動 就是 英國是 這幾年 這兩年 這兩三年 都沒有停過去收BNO的人 你想走就走 你覺得那個政權不安穩的 你就過來 這裡不是天堂 但是 絕對是可以給你一個 一個穩定的社會 就是 當然我們這裡都有它的問題 但是 一起面對 跟英國人一起面對 好過跟那些 喂大哥 香港這些 真的完全 你都不知道不知所謂的 是嗎 的高官一起 對不對 看見到周庭 終於 有一個新的方向 在加拿大 極具正能量 能量超大 是 在影片中 都感覺到 重拾一種 少女的起色 大家可以自己看 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看